一大早开工 为在西湾路上的江北里黄金自收站好忙碌 已经忙了一会 中间垃圾车来 现在已经摆不下了纸类回收物 只见里长、志工一行人分工合作 将分类好的纸箱、纸制品 都一一的搬上垃圾车 自从过年年假开工以来 回收量几乎都爆量 平常大概都是两三吨 但是这两个星期以来 几乎都是翻倍成长 停了一个月 开张的时候 那志愿回收物爆针 那我们就礼拜天的时候超前部署 那下午就四千工作把它准备做了 那一天就光感谢清洁队友 那天派车派十几部车子来运送 爆针大概一倍多 平常的话就三千多、两千多 那一天九千多 多了两三倍的回收量 垃圾车都载了十几车 真的很惊人 只见不断的由里民上门 将整理好的家电、纸类、瓶瓶罐罐拿来回收 而志工们在一一的用磅秤过后 就分门别类的摆好的垃圾车来再送上车 江北里的黄金直收站 自从开张以来越来越多的里民加入 垃圾变黄金 民众说能够换换生活用品 家里也变干净 以前没有的时候都是放到垃圾车的回收 这边有的话我们就会分类之后 拿来这边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我自己的感觉 还可以换一些实力生用品 对对对对 还可以换一些 我都会换垃圾袋跟那个洗衣精 还有洗碗精 对 这样很方便 过年的时候好可怕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的 就是说能够用的就是分类 然后分类铁罐 纸类啦 纸巾 然后分类 电器分类的时候 拿来这里 那用分点 用累积开个副 累积 他都没有要换垃圾袋 换日用品 都可以这样 也很感谢这个志工 很辛苦 你看 就要再帮忙 再分类 再帮忙整理 再帮运送 感谢里面配合 一起做环保 还有就是感谢 这些辛苦的志工们 不论大热天 或是寒流来 都一起做自收 尽管过年后 回收量翻倍爆量 都不喊累 为环保尽一份心力 家常慧玲 细致采访报道